根據佛教典故 釋迦茂尼有十六位達到修行最高層次的弟子 為了令眾生有聽佛法的機緣 釋迦茂尼吩咐這十六位弟子永遠留在人世間 並且分佈於各地弘洋佛法,引導眾生向善 當佛教傳到中國之後 十六羅漢成為藝術家創作的題材 在唐代末年更加重十六羅漢演變成為十八羅漢 我們一齊看看這套十八羅漢目標的魅力吧 numer前 Hostin 緩衝 講碳 按理合障礙 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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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